宜蘭福山節四旅兩流 今天我們一行人在台中新屋日火車站集合 準備出發宜蘭展開一頓令人期待的旅程 到了宜蘭我們先享用了宜蘭的懷舊料理 午餐後我們轉成借駁小車前往福山植物 這裡堪稱是凍植物的秘境天堂 用有豐富的生態資源和美景 走在林間小道上聽著鳥鳴看出翠綠的植被 彷彿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不時還能看到山腔 猴子等野生動物真是令人驚喜 有兩隻山腔 大鳴 大鳴 雞肉 大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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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我們入住傑斯旅於蘭椒吸館 大鳴 大鳴 饭店的设施非常齐全 大家享受了一段悠闲的时光 有些人泡温泉放松 有些人则在饭店内的设施中尽情玩乐 真是美好的一天 第二天我们在饭店享用了丰盛的早餐 早餐后便开始了新一天的旅程 我们的第一站是马港渔村 一个充满历史风情的地方 这里的石头屋聚落保留了渔村百年来的文化资产 每一栋石头屋都有其独特的故事和风貌 在导览的带领下 我们深入了解了这些建筑背后的历史 感受渔村人的生活 接着我们来到十分老街 这里的老街充满了怀旧的气息 让人不禁回想起渔村的记忆 最后我们搭乘品系线业车 这趟小火车之旅让人感受到 瓶细独特的风光和宁静 最让人期待的是释放彩色天灯 大家在天灯上写下对健康 爱情 工作的美好约望 最后一起放飞天灯 五颜六色的天灯在天空中缓缓升起 带着我们的祈福飞向远方 下午我们准备踏上回程的旅途 这次的宜然之旅 不仅让我们领略了大自然的壮丽和人文的深厚 更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 找到了那份久违的宁静和感动 希望大家也有机会来宜然体验这一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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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